过年的记忆 作者 林清玄 过年的记忆 对一般人来说当然都是好的 可是当一个人无法过一个好年的时候 过年往往比平常带来更深的寂寞与悲愁 有一年过年 当我听母亲说 那一年不能给我们买新衣新鞋 忍不住跑到院子里靠在墙砖上哭出了声 那一年我十岁 本来期待着过年买一套新衣 已经期待了几个月了 在那个年代 小孩子几乎是没有机会穿新衣的 我们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剪哥哥留下的 唯一的例外是过年 只有过年时可以买新衣服 其实 新衣服也不见得是漂亮的衣服 只是买一件当时最流行的特多龙布制服罢了 但即使这样 有新衣服穿是可以让人兴奋好久的 我到现在都可以记得当时穿新衣服那种颤抖的心情 而新衣服特有的棉箱气息到现在还依稀留存 在乡下 过年给孩子买一套新制服竟成为一种时尚 过年那几天 满街跑着的都是特多龙的卡齐制服 如果没有买那么一件 真是自残行贿了 差不多每一个孩子在过年没有买新衣 都要躲起来哭一阵子 我也不例外 那一次我哭得非常伤心 后来母亲跑来安慰我 说明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买新衣的原因 因为那一年年景不好 收成抵不上开支 使我们连杂货店里日常用品的欠债都无法结清 当然不能买新衣了 我们家是大家庭 一家子有三十几口 那一年尚未成年的兄弟姊妹就有十八个 一个一件新衣 就是最廉价的 也是一大笔开销 那一年 我们连年夜饭都没吃 因为成年的男人都跑到外面去躲账了 一会儿是杂货店 一会儿是米航 一会儿是酱油店跑来收账 简直一点解决的办法也没有 那些人都是因食的小商人 我们家也是勤俭的农户 但因为年景不好 却在除夕那天相对无言 当时在乡下 由于家家户户都熟食 大部分的商店都可以奢欠的 每半年才结算一次 因此过年前几天大家都忙着收账 我们家人口众多 每一笔算起来都是不小的数目 尤其在没有钱的时候 听来心惊 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说 我也知道你们今年收成不好 可是欠债也不能不催 我不催你们 又怎么去催别人呢 除夕夜 大人到半夜才回家来 他们已经到山上去躲了几天了 每个人都是满脸风霜 沉默不言 气氛非常僵硬 依照习俗 过年时在欠债 只能催讨到夜里紫时 过了紫时就不能讨债了 一直到初五隔开时 才能在上门要债 爸爸回来的时候 我们总算松了口气 那时就觉得 没有新衣服穿 也不是什么要紧事 只要全家人能团聚 也就好了 第二天 爸爸还带着我们几个 比较小的孩子 到债主家拜年 每一个人都和和气气的 仿佛没有欠债的那一回事 临走时 他们总是说 过完年再来交官吧 对于中国人的人情礼仪 我是那一年才有一些懂了 在农村社会 信用与人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不能进到人情 但由于过去的信用 使人情也并未被破坏 当然 类似跑债的行为 也只反映了人情的可爱 因为在双方的心理 其实都是知道 一笔债是不可能跑掉的 土地在那里 亲人在那里 乡情在那里 都是跑不掉的 对生活在都市里的冷漠的现代人 几乎难以想象 三十年前乡下的人情与信用 更不用说 对过年种种的知悉了 对农村社会的人 过年的心 比过年的形势重要得多 记得我小时候 爸爸在大年初一早上 到寺庙去行乡 然后去向亲友拜年 下午他就换了衣服 到田里去放水 并看看作物生长的情况 大年初二也是一样 就是再松懈 也会到田里走一两回 那也不尽然是习惯 而是一种责任 因为如果由于过年的放纵 使农作物败坏 责任要如何来担呢 所以心在过年 行为并没有真正的休息 那一年过年 初一下午 我就随爸爸到田里去 看看稻子生长的情形 走累了 爸爸坐下来 把我抱在他的膝上 说 我们一起向上天许愿 希望今年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大家都有好收成 我便闭起眼睛 专注的祈求上天 保佑我们那一片清脆的田地 许完愿 爸爸和我都流出了眼泪 我第一次感觉到 人与天地有着浓厚的关系 并且在许愿时 我感觉到 愿望仿佛可以达成 开春以后 家人都很努力工作 很快就把基欠的债务 在春天第一次收成里还清 那一年的年景 到现在仍然非常清晰 当时 礼拜菩萨时点燃的香 到现在都还在流荡 我在那时 初次认识到年景的无常 人有时甚至不能安稳的过一个年 而我也认识到 只要在坏的情况下 还维持人情与信用 并且不失去伟大的愿望 那么再坏的年景也不可怕 如果不认识人的真实 没有坚持的愿望 就是天天过年 天天穿新衣 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下期见